网友留言 小胡子 我看了你很多视频都在吹国产长城坦克系列越野车非常牛 你就是在胡说八道 再牛还能有丰天普拉多八道和木马人牛吗 你就别在这忽悠消费者了 真正的越野老婆是不会选国产越野车的 都不会用正眼看他们 质量也不行 耐用性也不行 那么以上就是这位网友的一个留言 这位网友请收起你的无知吧 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长城的越野车是非常靠谱的 你以为长城的坦克系列越野车不成熟稳定吗 长城之前就造皮卡还有哈佛S9都是口碑不错的车型 那是非常成熟了 在国产车里面你还能找出第二个造越野车比长城牛的车起吗 我问你 你在全世界能找出第二个20多万就能拥有坦克300一样的性能越野车子吗 你在全世界能找出花33万就能买到像坦克500一样品质性能的越野车型吗 并且你在哪个越野场地看不到长城坦克越野车子的身影呢 长城的越野车绝对是性价比超级高 让你花小钱 办大事就可以20多万3多万完成你的越野梦 那些100多万560万的合资越野车能走的路还有越野场地 我们的国产长城坦克系列都一样能走 绝对不会因为卖的便宜性能就不行 大家都知道越野车的大量车身的非乘载车身油耗都非常高 所以长城相继推出了差点是混合动力 比如坦克的300400500700都有插毁 在电机电磁的降级加持下不仅仅降低了这个油耗 而且大大提升了扭矩和马力 还提升了它这个越野能力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提升越野能力 而且是长城自主研发的重置2.0T四缸 还有3.0T六缸机都是很成熟稳定的 并且匹配财富的8AT变速箱和自主研发的9AT变速箱也没有任何问题 底盘巡价更是非常成熟稳定 并且长城厂家怕你担心发动机变速箱出问题 所以说长城汽车厂家给出了首任车主发动机变速箱里面的核心部件周深至宝 所以说长城汽车成艺满满 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 并且长城汽车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速 特别是在越野车方面 弥补了咱们国内越野车的一个空缺 你再看看如今最新款的丰田普拉多巴道 就那个外观就那个内饰的做工用料 哪里能比呢 有人还说啊 人家主打的不是这些 主打的是耐用性 那你去买个四轮的吧 是买个拖拉机那多好啊 那啥没有尴尬扛干 越野性能给嘎嘎出色 是不是 就不要给那儿无理再变三分了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